锦鲤是一种名贵的大型观赏鱼,素有水中或宝石美称,因其体格健美,色彩艳丽,花纹千变万化,成为很多鱼类爱好者陶冶情操的艺术品,更为众多养殖者铺就了一条致富之路。 蒋师波就是其中一位。 蒋师波专业养殖锦鲤十余年,曾卖出一条58万天价的昭和三色锦鲤鱼在当地名声大造,被很多人称为锦鲤王子。 8月10日,记者在济南市立城区的一处锦鲤养殖场内见到了锦鲤王子蒋师波,他正耐心地为养昭和三色金松叶等品项交好的锦鲤鱼。 蒋师波告诉记者,由于从小对鱼类用者能获兴趣,大学时选择主修水产养殖专业并利用假期前往各地考察学习。 2010年,大学毕业后的蒋师波怀着对创业梦想的执着和对锦鲤水族产业的信心,返回家乡开始创业之路。 刚刚开始创业呢,就是开了一个非常小的养殖场,就大概不到10个平方的这样的一个小鱼尺,而且还是分成两个。 然后呢,我们就拿一个塑料布,弄一个那个竹皮子,非常的简陋,可能里边的高度只有是1.3米到1.4米。 所以说人进去以后啊,都很难就是直立起站起来,然后只能是借着头在那里来去操作,来去捞鱼。 蒋师波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创业初期,他养殖的锦鲤由于外形花纹等条件,品质良好,受到众多锦鲤爱好者的青睐,在圈内小有名气。 此时的蒋师波被一时胜利冲昏头脑,开始盲目扩张,让他没有足够精力放在养殖上,一时的疏于管理造成两池大鱼的损失。 直接经济损失近50万元。 这个老家有这样的养殖基地,从市区还有门店,最多的时候呢,一天是来回往返三套,所以说又比较忙,然后呢,经验又不足,好像自己感觉自己经验是很丰富的。 那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些水质方面的问题,就是水质没有打理好,包括鱼吃鲜问题也没有及时来去处理,大概几天的时间就损失了两池子大鱼。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蒋师波决定一新铺到井里养殖上,不仅掌握了饲料配方和鱼并防治知识,最大限度的降低鱼的死亡率,同时还注意鱼苗培育,让鱼的花色更好看。 蒋师波说,井里的卖价和品质相关一条高品质的井里,要拥有鲜丽的颜色,独特的花纹和健壮的体型。 现在呢,我们鱼场呢,养了大概是13个种类,基本上我们都有,然后品种是非常全的。 我们现在呢,目前就是说比较好的鱼,大概有一万多条,正是因为我们的数量比较多,而且呢,我们又用心的来去养。 有一些比赛的鱼,我们是专门给它有这种提供一些比赛的这种的环境。 比如说有些鱼它太胖了,没有这种力量感,那么我们可能会给它减肥。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蒋师波的养殖场已经由一个不足10平米的小鱼池,发展成占地300亩的养殖基地,其年收入过千万元。 现阶段,它积极推进唐王井里产业园的建设,力求把产业园打造成一个井里文化交易科研的平台,并与周边12个经济薄若村进行合作,通过盈利分红,贫困户优先就业,扶植井里产业等方式,带动当地贫困户脱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